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建议 亲戚也在亲人关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他们通常在家庭和血缘关系中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支持网络 亲戚之间的亲情联系可以在困难时刻提供帮助 或者在庆祝时刻分享快乐 这些联系有助于维系家庭纽带 强化了我们的社会联系 在更深刻的理解方面 自我爱和自我接纳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学会爱自己 接受自己的不足 并提高自尊和自信时 我们能够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挑战 自我爱可以帮助我们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 培养自我价值感从而实现更大的个人成长和幸福 亲人关系中的真正贵人存在于 我们生活中的最亲近的人之中 包括老伴子女朋友亲戚以及我们自己 他们的支持和关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生活的挑战 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这些贵人的存在 加强亲人关系的重要性 以实现更大的个人成长和幸福 这个更深入的理解不仅可以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 还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创造更加互相关照和支持的社会环境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贵人难遇 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个词与富有 全是名望联系在一起 但在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中 我们将看到真正的贵人其实是你最亲的人 而不是那些表面看起来令人艳羡的名流巨甲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做小明的普通人 他过着平凡的生活 有一个亲切的老伴和两个顽皮的子女 小明常常抱怨生活的琐事和繁重的工作 他梦想着有一天能遇到一个真正的贵人 改变他的命运 然而一天小明的生活发生了奇妙的转变 他的老伴一直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 突然成为了他最亲的贵人 这个惊人的发现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晚餐上 小明一如往常地抱怨着自己的工作 直到他的老伴忍无可忍 他突然站起来表情严肃地对小明说道 亲爱的你不需要追求外部的贵人 我一直在默默支持你 照顾家庭让你能够专注于工作 我是你最亲的人 而我一直都是你的贵人 小明顿时愣住了 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老伴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和态度 意识到了老伴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一切 他们的子女也纷纷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从那一天起小明对老伴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真是和尊重老伴不再抱怨琐碎的事情 他明白到真正的贵人并不一定 是那些外部的富有名望的人 而是那些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 关爱你的人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虚荣的名誉和财富 真正的贵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应该珍惜那些无私支持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贵人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